震惊世界的毒气战 德军有多残忍 11万3000吨毒气弹让10万人丧命 这场战役爆发在一战期间 是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在战场上使毒气 英法联军友谊5万人中毒 其中有足足5000人为此丧命 而整场战役中 双方伤亡加在一起甚至超过了百万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场爆发 在比利时小镇的战役 伊普尔战役 伊普尔位于比利时西部 是个很不起眼的小镇 但在一战期间 这里却足足爆发了三次战役 英法联军和德军在这里 打得头破血流 失衡变异 毒气也是在这个小镇上 首次闪亮登场 在德军使用毒气取得了优良战果后 英国也加紧研制起了毒气 一战期间 在战场上投入使用的毒气 多达45种 重量高达11 三万吨 为毒气付出生命代价的人 就有将近十万 第一次伊普尔战役爆发在1914年 奔向大海战役结束后 德军为了占领海港口 想要攻下伊普尔 10月20日 德军组织了四个新边预备军 向驻守在伊普尔的英军发起进攻 25日 伤亡惨重的英军 等到了法国第九军的支援 战况稍稍好转 但好景不长 随后德军的增援部队赶到 向伊普尔东南的英军阵地发起猛攻 英军的第一道防线被突破 幸运的是 由法军的支援 英军重新建立起了防御线 战役持续到11月9日 在进攻与反攻之间 双方各有胜负 只能僵持在战场上 进行消耗巨大的拉锯战 这种拉锯战不仅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 还让双方士兵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战场上到处是弹坑和残垣断壁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和毒气的味道 士兵们在恶劣的环境中正扎求生 第一次伊普尔战役在11月20日结束 短短一个月里德军上网13万人 协约国的军队也付出了10万余人的代价 战役结束后 双方都意识到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毒气战的阴影将笼罩整个一战战场 第二次伊普尔战役爆发在1915年4月 德军决心在这里试验他们的秘密武器 化学毒气 为了确保毒气能够发挥最大效果 在进攻前 德军对敌军阵地进行了整整48小时的猛烈轰炸 靠弹如雨点般落在英法联军的阵地上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让人们几乎无法思考 4月22日下午4点 德军的炮轰进入高潮 无数炮弹轰鸣着落在英法联军的阵地上 似乎所有攻势都已经粉碎了 下午5点半 炮轰突然停止 这时 真正的进攻才正式开始 然而 首先发起进攻的不是步兵 也不是炮兵 而是一罐罐致命的氯气 在4月22日这一天 德军向英法联军的阵地 整整释放了6000罐氯气 总重量约为18万公斤 这些黄绿色的气体 迅速在英法联军的阵地上蔓延 打开了人类战争时的新天章 并立即显现出极可怕的效果 氯气会对人的呼吸道粘膜造成损害 刺激粘膜浮肿 分泌大量粘液 症状严重时 人会被自己分泌的粘液活活溺死 痛苦程度可想而知 在这次毒气袭击中 英法联军的队伍里有1 5万人不幸中招 活在中毒的痛苦中 初次面对这种化学武器 他们根本没有好的对策 当这种黄绿色的气体 带着浓烈的刺激性气味飘尽时 英法联军能做的只有逃命 不断地厚 退气守阵地 造成了正面10公里 纵身7公里的防线缺口 在以往的战场上 想要取得这样的战功 不知道要付出多少士兵的性命 而现在 竟然不花一兵一卒就能做到 战场上的每一个人 都被大规模毒气袭击的战果 深深震撼了 德军第26军 抓住了这个机会 冲向防线缺口 一举占领了 朗厄马克和皮尔克姆 然而 由于没有预备队 德军的进攻只能停下 这给了英法联军 堵住缺口的机会和时间 当德军想再次发起进攻时 防御缺口已经被捧上 到了4月24日 德军再次发动毒气攻击 但这时联军已经有了对策 在第一次遭遇毒气袭击的几小时后 英法联军便找到了应对之法 用有药液的衣服严住口鼻进行呼吸 这样就能让滤气失去作用 相当于一个简单的防毒过滤系统 在第二次毒气攻击 没有达到理想效果后 德军只能组织士兵进行猛攻 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 德军终于逼迫英军 撤到了伊普尔城郊地区 战斗仍在继续 直到5月底 德军的弹药出现短缺 第二次伊普尔战役 才在5月25日落下帷幕 这次战役中 英军伤亡6万人 法军1万人 德军伤亡3 5万人 第二次伊普尔战役 不仅标志着毒气首次 在战争中的大规模使用 更凸显了战争的残酷和人类科技 在战争中的双刃剑作用 第三次伊普尔战役 爆发在1917年 经过长时间 在伊普尔地区的对峙 双方的战好掩体 早已遍布满地 这次战役 由英法联军率先发动进攻 目的是牵制住德国的军队 减轻其他战线上的压力 7月31日 英军的三千门大炮 开始轰炸德军阵地 近5吨炮弹 无情地将阵地上的防御攻势 炸得粉碎 炮火如暴雨般倾泻 整个德军前线陷入了火海 英军的进攻取得了初步效果 成功突破了德军的第一道阵地 士兵们冒着炮火和硝烟奋勇向前 然而 随后情况开始变得糟糕 为了等待天气好转 英军的进攻被延迟了好几个星期 等到他们重新发起进攻时 德军已经修整完毕 重新组织了防线 更糟的是 连绵不绝的雨季开始了 当地的排水系统 早在无情的炮弹轰炸下被破坏 泥泞的战场变成了泥沼 地面到处都是坑洞和积水 不仅延缓了士兵的行军速度 还无情地吞噬着他们的生命 士兵们在泥泞中挣扎前行 有时一不小心便会陷入泥潭 再也无法爬起 为了取得战役的胜利 德国人使用了 比氯气毒性更大的戒子气 这是战场上戒子气的首次使用 这种毒气 不仅能导致皮肤严重灼伤 还能引发呼吸困难 极大的增加了联军的恐惧和伤亡 德军还建立了弹性防御 构筑了很多三面环水 一手难攻的碉堡群 这些碉堡群分布在前沿阵地 德军主力则部署在纵深地区 随时准备反击 这样的布置 让联军的进攻举步维艰 应把联军每前进一步 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9月20日 经过主攻部队的调整 联军的进攻总算取得了突破 先后攻占了梅嫩路山脊 波利贡森林和布鲁兹埃恩德等地 德军对这些新阵地疯狂反攻 反击次数高达11次 但每次进攻都被联军的炮火压制 以失败告终 10月26日至11月6日 联军发起了最后两次进攻 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毒气 应把联军的士兵们顽强地向前推进 他们在拟拟和炮火中坚持不懈 最终向前推进了8公里 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也随之结束 这场战役的残酷和惨烈令人难以忘怀 战斗结束后 英军伤亡约为600人 法军伤亡1万人 德军伤亡3 5万人 这次历史上 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毒气的战役 不仅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也使人类战争 是进入了一个新的 更加残酷的阶段 第三次伊普尔战役 不仅是一场军事对决 更是人类意志和技术的极限较量 在极端的环境下 士兵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枪林待遇 还要忍受毒气的侵袭 和泥泞战场的考验 这场战役的每一寸土地 都浸透了无数士兵的鲜血 他们的牺牲和勇气 成为历史永恒的记忆 伊普尔战役之所以会出名 最大的原因 就是他开启了 使用化学毒气的潘多拉魔盒 让战争变得更加惨烈和残忍 这一战役的影响深远且具体 对人类和战争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首先伊普尔战役 让化学武器成为了战争的新常态 德军在战役中首次使用氯气 成功地打破了敌军的防线 这一事件促使各国 纷纷开始研究和制造化学武器 以求在战争中不被对手所超越 由此 毒气战在一战后期和二战中屡见不鲜 战场上弥漫着更加致命和恐怖的氛围 其次 化学武器的使用 对士兵和平民造成了长期的身体和心理创伤 中毒后的士兵不仅面临呼吸困难 和严重的皮肤灼伤 很多幸存者终生残疾 甚至无法恢复正常生活 心理上 这些毒气战的幸存者 往往遭受严重的创伤后 应激障碍 战后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和绝望 伊普尔战役还直接推动了防毒装备的发展 在初次遭遇毒气袭击时 英法联军几乎毫无防备 士兵们只能用浸湿的布料掩住口鼻来抵御毒气 随着毒气战的频繁 防毒面具等防护装备迅速研发并装备部队 提高了士兵在毒气环境中的生存率 这些装备的研发和普及 也带动了战后防化学灾难装备和技术的发展 此外 伊普尔战役促使 国际社会对化学武器的使用进行反思和规制 战后 国际社会认识到化学武器的巨大危害 开始制定相关条约和公约以限制其使用 1925年 日内瓦协议签署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 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细菌战 尽管在后来的战争中 化学武器仍有使用 但这一协议标志着 国际社会在规范战争行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最后 这场战役对人类伦理和战争道德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化学武器的使用被广泛谴责为不人道的战争手段 违反了战争应有的道德准则 伊普尔战役让人们更加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不公 推动了国际和平运动和战争伦理的讨论 激发了对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关注 总的来说 伊普尔战役开启了化学武器的使用 给战争带来了更大的残酷和恐怖 它不仅改变了战争的方式 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对战争的认知和反思 这场战役极其后果提醒我们 战争不仅带来直接的伤亡和破坏 更对人类文明和伦理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